由於巴黎污水牆的廢水處理有弊端 廢水究竟把外海弄得有多髒 本堪特地搭船到巴黎外海流放管的出口處 以空拍機輔助看看實際的污染狀況 這裡就是污水牆流放管出口的海域 可以清楚的看到 左邊的顏色偏黃 與右邊截然不同 拉遠看 海面上散不准直徑2、30公尺的水圈 而且抽氣沖天 這樣看呢 就看得很明顯 其實處理過後的污水會透過延伸到外海的流放管排放 而末端每隔30公尺就會有一只4公尺高的樹管 共55隻 增加過濾的功能 只不過即便有重重的過濾機制 還在深40公尺處排放 污水仍舊奇襲可見 巴黎污水處理場的呆慢 在外海全都限行